本期是由耳光电影制作的大世界扭蛋机 播客陪看接力计划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短片是温志培导演的作品 《杀死时间》由张宇、李曼轩主演 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作为我们今天大话说电影 这是一期特别的节目 当然就是有特别的家庭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 著名影评大咖法兰西胶片 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已经了解了 胶片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电影媒体人 他完成过超过300次影人的访谈 而且从2008年开始 在电影杂志看电影 从事一些电影评论 传统电影报道 电影专题策划 电影史研究等等这种工作 并且他在电影媒体 门户网站 而且新媒体等 新媒体频道工作过 担任主编超过五年 并且担任了第11届 FIRST的青年电影展出审的评委 那么欢迎胶片我们的老朋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法兰西胶片 好的 那么今天很明显的我们要聊的 是这个大世界扭蛋机 这个短片系列里面的这一部杀死时间 这个大世界扭蛋机 它本身是一个 也算是挺新的这么一个电视短系列吧 我看一下感觉 它是上线的时间 还真就是在四五天之前 好像是6月23号的时候 在B站上映的 现在定的它就是14集 每一集从我们现在的了解来说 都是大概是25到30分钟 半个小时左右这么长的一集 而且它的设定 其实也是属于现在比较流行 这种系列短剧的 这种关注于科幻的 每一集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故事 和一个独立的信息点 这么一个操作模式 而且每一集 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导演和演员来完成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可以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信息和理念 还是挺赞的 特别是就这周上的这四集 全部都是以未来和科幻为主题的 这周四部电影的主题 它就叫明日之后 接下来的话 好像还有成长之前 爱情之上和青春之下 这三个主题 然后应该是在接下来的几周 也是会慢慢退出的 至少从我们现在看到 这四集的条件来说 每一集都有一个自己的科幻设定 然后每一集都是在自己 这个小环境里面完成一个 关于某一个话题的讨论 为什么这几个短系列剧集 都是比较有趣的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是把我们今天身边的 很多科幻理念 或者是这些社会问题 或者是这些东西拿出来 作为每一集的焦点信息 然后把这个时间设定在未来 然后从这个角度上去延展开来 充分去讨论它每一集的话题点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其实是挺有想法的 胶片你看过这四集吗 今天对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集 杀死时间 你是怎么个感觉呢 我一开始以为它整个十几个作品 都是科幻的 后来才意识到它有一个 这么一个固定的主题 都是体位上下左右前后什么的 这边跟这一集里面的人被吊着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是个科幻 然后它其实是个相对而言 是个近科幻对吧 就是大概也就是40年 30年左右这么一个时间 然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呢 就杀死时间 对不对 它其实是在设定是在大概是2046 你知道吗 2046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就非常一说出来 就有点这个暴露这个作者的 这个创作意图的这么一个时间设定啊 所以它既然设定了这个时间 它可能就并不在乎 那么的钻入到这种题材的内部 因为2046这部电影本身 它也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 对 它可能暴露了一些导演其他的想法 然而你就抱着这个想法去看的话 你就发现它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的元素混杂的一个作品 它叫杀死时间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也是杀死比尔 就是它喜欢把这个所有的元素放在一开始 是动作片 然后又有动画 有一系列的东西 有非常明确的致敬 什么什么 没脸爱的这个什么 登月历险 是吧 有很多这样的好玩的电影史 然后还有一些前卫的表达 还有一些表现主义 它就全放在了一块了 所以这个按理说的话 其实说实话 我能想到他这个四个导演当中啊 这个虽然是有 其中有个导演是新加入的吧 这个徐磊他拍的那个地球最后的导演啊 也是喜剧 但是这四个导演当中 这位叫温世贝的导演 其实他相对而言是整个坏猴子系统里面 表达特别自由的一个人啊 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宁浩 因为这个坏猴子是宁浩主导的嘛 就核心首脑 他特别喜欢这个小温 然后他就会就是说会把一些权限放得很宽松 所以我们在看 就是温导他之前拍的那个热带往事的时候 就是在做影像上的东西 而这个片子也是是做电影形态 就是一种意识的可能性的 就一系列的实验性的东西 他允许这个温导在做 但是其他的导演 就可能只能做一些就是 明确的商业类型的东西吧 或者说是至少是那个传统经典叙事什么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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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逆宠 就宠这个温导 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看这四个片子里面 可能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缺陷 但是你要是就想看玩 你要想看那个实验 就想看玩就耍 你就看这个杀死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对说到这个温导之前的那个作品 热带往事的话 其实他里面的色彩也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他的那个色彩感非常强烈 就是那种很爆 就是颜色很爆的那种红啊黄啊 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 然后他这次用的这个主演张宇 也是在热带往事里面 他用过的演员 所以也是从关系上面是比较熟悉的 他甚至好像还用了一个 我记不清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就一个双胞胎 我也不知道那双胞胎是他的亲戚朋友 还是什么人 反正很怪异啊 长双胞胎 在这片子里面是那种 就是说这种这种VR 特殊的那对吗 对 就是穿着很很奇怪的宇航服 是那种就是 对 说不清到我名的一种一种服装 然后就是就是客服人员吧 就是应该是那种 在那个热带往事 我印象中 他们也出现过 在一个诡异的场景里 反正这都是迂用演员吧 可能就是 当然就是说 这现在我们看到这四集呢 其实因为他每一集只有三十分钟 所以说其实是挺容易看的 那你看一集 然后休息个几分钟 再看一集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四集的话很容易一次就都看掉 那么看完之后呢 就是觉得今天说这个杀死时间啊 其实是这四集里面 就是说从视觉角度上来说 是最丰富最跳跃的 也像胶片说的就是比较放得开 玩得比较比较爽吧 自己跟自己玩得比较爽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片子里面 能够体会到这个温岛 其实是有同种想法的 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啊 很明显能够体会到这个编剧 在做这个故事的时候 因为他其他几集也都是这样 每一集呢其实都是在我们身边挑一个今天现实生活中 特别是今天年轻人的收入 就是生活节奏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放在一个未来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然后可以把它展开去讨论 那么杀死时间这一集呢 他其实讨论的 我觉得啊就是说应该是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都是特别沉浸式的关注 上网啊玩游戏啊这些东西 而其实是忽略了跟自己身边的人 真实的这种交流和这些碰撞 灵魂上面的这些 相互交流的这些机会 其实都被忘记了 那么就是在我们故事里面呢 其实是看到了一个男主角 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他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玩的这个杀鸣游戏里面嘛 后来呢就是他 因为某种原因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之后 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边没有朋友 那么跟他同时醒过来的人 是他知道的生活里面 就是他可以跟他交流的唯一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认识的所有其他人 都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没工夫理他 对吧 所以说最后呢 他在这个时候 终于有了机会去进行一些反思什么的 那么就是想问一问老张 就是你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和什么样的理解呢 我在看这部短片的时候 里面就有不停的会有很多的影子 刚才你说到这点 就是他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醒过来 是因为那个女的把他给弄醒了 是吧 这就让我想到就是16年有一部电影叫 太空旅客 是那个大表姐和那个星爵一块演的 就是星爵就一个人无聊了 然后就把另外一个人弄醒 然后也是挺不负责任的一种感觉 这部片子里面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有这样一点感觉 当然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种 电影的影子在里面 都是一种致敬的方式 比如他的那个 他的那种steampunk的感觉 他里面那种蒸汽朋克的感觉 就特别特别的强烈 就有点那个 那个 银一杀手里面那种感觉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2046 以及很多王家卫电影里面经常会有的 就是男主角会在做旁白音的时候说一些有的没的听上去很有道理 其实是很空的那种话的那种感觉 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这种体现 然后还有他里面就是拿着武士刀杀人的这些场面的话 其实有点致敬杀死比尔什么的 当然还有黑客帝国是吧 黑客帝国是很明显的 就是人都是那个里面人都是就是是被动的在困在了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但这个里面人是主动把自己放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让肉身的话就挂在那边那种感觉 当然到后面的话有那个全白的那个屏幕 就那个就是黑客帝国里面 他们在介绍这个世界观的时候 后面就是全的一片都是白的 就全部是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里面有一段那个跳舞 那段的话感觉就是稍微有点那种 La La Land这种音乐剧里面想要的那个感觉 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就是20多分钟的一个短片里面 我觉得就可能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在看这四部影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部电影是可能是最卖力的 或者是最花钱的一部 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看头号玩家那个感觉 就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一个矛盾点 就是说你在玩游戏或者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逐渐就会忘记你身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黑客帝国呢其实是被迫的 头号玩家呢跟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杀死的时间也是类似 就是说其实是主动的 每个人去玩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目的的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嘛 对不对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能够实现一个不同的人生 寻找一些刺激啊什么的 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呢 其实他建立这个虚拟世界的目的呢 是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 我们发明了这些人工智能 然后人工智能在过去的20 在今后的20年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说取代了所有的人的正常的工作 那么取代了人正常工作 这些人呢就是因为在物质极大 丰富了之后呢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那么他们去参与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游戏呢 算是他们唯一的这么一个解决时间太多 这么问题的寄托吧 所以说这个杀死时间的英文叫做Q-time Q-time呢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浪费时间或者消耗时间 就是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个中文英文 相互之间递进意义的这么一个感觉的 我不知道啊 骄骗你平时你有玩这种像什么网上游戏啊 或者是手机游戏啊之类的游戏吗 其实是这样的 你想问我玩游戏就是这种体验感 有没有那种体验感是不是 就看这一片子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知道他的这个形态上 其实是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哪怕是跟头号玩家呀 哪怕是跟所有的一系列的 赛博朋克呀 虚拟的攻殼机动队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体系的 他我觉得他不是想去 那个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更多的新鲜感 或者说是一种生理上的那个带入的东西 我觉得他其实内核就确实是还是 王家卫的那种都市爱情的内核 就是他就想在一个已经明确的一个科幻的 一个概念当中 非常明确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里面再去琢磨一下王家卫的这个东西 就是王家卫为什么就是总是认为爱情是烫手的 同时又是会吸引你去摸它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他是在把玩这个东西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 包括当然他也有面上的致敬 什么2046 包括Q-time Q-time其实也是东西吸毒 就是时间的灰烬嘛 就是他也用到了时间的这个概念 因为东西吸毒是应该是王家卫最最巅峰的一个片子了 他也是抽象的 如果说王家卫真的是活在这个VR时代的 他要拍VR后也会拍成东西吸毒那个样子 就是城市病 城市爱情病这种核心 放到某一个题材里面去 放到武侠了 放到这个科幻了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贯穿的核心的 然后他们讨论了爱情的本身的东西 讨论了这个存在主义 就是不是在那喝酒吗 这不是玩家为经典喝酒情节吗 然后 我是这么想的 看完这几集之后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剧拍的确实是在这个经费上挺省的 比如说像每一集里面他都会有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其实都是正常的人戴这个手套 然后脑子脸上套什么东西的去装这个机器人 包括你这个乐队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真人穿这个制服 然后就脑子脸上套什么东西就下来了 但是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说他设计这个游戏 在这一集里面大概占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说这个游戏本身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没有设计成 让我觉得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沉迷 或者是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花三年到四年的时间的 因为他在醒来的时候跟那两个机器人客服 他就是问他说我在哪 然后这个两个机器人就跟他说 说你在这个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就是专门是玩这个杀死时间的这么一个虚拟器里面 然后是已经在这里面玩了三年零四个月了 就是说其实这些人呢 他都是有选择的来的 他也不是说来了之后不知道自己在哪 他其实是在这个屋子里面的 而且你是不停在玩三年到四三年零四个月 然后一直在睡眠的过程中也不吃饭的吗 这个东西也是其实挺难解释的 老张你觉得他这个设计的虚拟世界和这个游戏 你有什么样看法 我觉得他是醒不过来的 就是说那个女的想尽办法让她看到 就是让她闭眼吗 死的时候闭眼才可以看到 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影像才会醒过来 就正常你在玩游戏的话 其实是醒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三年都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就像我们说那个黑客帝国 人都是活在一个梦境中的 其实是那样的一个概念 至于这个游戏本身 我觉得他没有很深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到底就是一个二十多分钟的短片 然后这个游戏的给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分钟都不到 所以他里面不可能给你很多东西 反正他就是很讽刺的 他是在一个死不了的游戏里面 我是做一个杀手 就是不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贯穿整个短片的一个东西 就是人生的意义是在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里面也说了 就是你要去寻找意义本身就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说我们现在人就是活在当今社会下 就是很多时间去浪费这些时间 但是如果你不去浪费这个时间的话 你活着其实你追求的东西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吗 其实也是没有的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可能前几期之前 我们有说过那个瞬息全宇宙里面 小孩emole了以后 他也是这种看法 就是觉得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我就是很搞不懂 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然后都是那么悲观性的 因为我就我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乐观性的 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 你非要去追求的 就是很多东西你想去追求就去追求 想去享受就去享受 是不是 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是快乐的 他们在做爱的时候是快乐的 他们在跳舞的时间是快乐的 是不是 这就足够了 活在当下 你就是享受 你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 这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去研究 就是意义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 所以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这些电影里面的东西 都想把这个东西弄得很悲观 感觉人没有意义的话 就一定要去追寻一个意义 包括这个男主角到最后的话 他还是一定要去追寻这个女的 明知在这么大一个环境下 他是找不到的 但是电影的最后 他就是无限制在那边奔跑 无限制在那边呐喊 就是要去寻找这个东西 那就像人要去寻找活着的意义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么做呢 人之所以要寻找活着的意义 就是因为享乐太多了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是说每天都上班都工作 放假才有意义 每天都很辛劳 这样休息才有意义 我觉得他这种脱离 其实游戏给他们带来的 就是一个心理 或者是社会活动方面的一个舒适区 那么就是说 当你离开了这个舒适区之后 首先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 就好像这个男主角 其实他从游戏里面醒来的之后 他就会突然间变得特别孤独 因为这是一个他以前很少体会到 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体会到 这么一个环境 他跟他妈妈发短信 然后他妈妈也不在 他基本上所有其他的人 他都没有什么可联系的 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意识到 那个女生 把他一起带醒的女生 其实是唯一他可以联系的一个人 立刻他就跟这个女生联系 而你自己想一想 我后来看完 看这个片子 看第二遍的时候 我在想 这个女生呢 其实是把他带醒的 那么这个女生在他之前 应该也带醒过其他人 或试图带醒过其他人 那么就是说这个女生 一直都是知道如何带醒别人 那么她一次一次 在做这样的事情 她之前应该也有成功过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个女生 她就是随便找一个人带醒 然后试图去跟你 在游戏之外进行交流 这个女生其实一直都是在寻找 在游戏以外 跟一个真实的人 进行真实交流的 这么一个机会的 那么就是最后 她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跟这个人说了几句话 喝了几杯虚拟的酒 我不明白 在这个游戏虚拟器里面 你跟别人喝酒 居然还能把自己喝醉了 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 然后搞了一个 大概六分钟长的吻别 做了很多舞蹈动作 然后就开始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离开这个地方 就这个女生 其实她一直都是寻找一个 可以跟她一样的灵魂 然后离开这种 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束缚的 这么一个游戏环境的 当然了 最后其实结果 就是说当这个男生 走出来了之后 她发现其实外面的世界 其实全部都是 她已经生活过的这种环境 她其实在她的视野里面 她是找不到出路的 不只是找不到出路 最后我看她那个样子 她想找回到自己 当初那个小屋都找不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故事其实还是一个悲剧结尾的 胶片你在这一点上是怎么看的 对 她这个收尾肯定是一个悲剧 是一个否定 或者说是一个 让试图让普通观众添堵的一个结局 对吧 她其实就是安拓万 想去看大海 结果到了海边 这大海也不怎么好看 就是这种感觉 我就跑了 这个世界靠 怎么这个样子 对吧 她会不会成为约翰康那儿 还是说又回去睡觉 那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会怎么选择 就从她这个结局 反正是一个 对 是一个那个既开放 又是有一定的铺路的 这么一个结局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这种题材的一个惯用的结局吧 但是她表现还挺好的 她是从一个微观的 一直到宏观的 这么一个表现 就是她 她的技术上是挺好的 对 先看了 打开几个小门的吧 看里面 哎呦和这些 大家都在SM呢 都挂着呢 那个我这个女神在哪呢 我也不知道 喊两句吧 然后整个技脑在拉开 发现你就 就对吧 你就始终是一个 就是一只蚂蚁 就是这个 她的技术上 还是挺好的 就是她其实 她拍这个短片 不是说 一定要 就是说 这个在探讨一个 一个新的议题 或者说 在一个议题上 有什么进步 她是要把她 这个活拿出来 我觉得对于这个温岛 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更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活你要能拿出来 那个宁浩 就肯定是 你放手玩 她对美术上的认知 对各种的认知 还是有底子的 所以她能做到这一步 对 然后我就 我就看这个片子里面 炫技炫的实在是太多了 稍微 就有点眼花缭乱 你就不停地看 她的拍摄技巧 就想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东西 你是平时电影里面 看不到的 比如说 她那个 镜头分成了四个格 是吧 然后四个格 开始做不同的事情 然后声音是一点点叠上去的 这些技巧上的东西 包括后面那段 现代舞的舞蹈 其实我觉得 她就是想炫 你看 我会把这些题材 都放到我这个短片里面 我是觉得 她炫的东西 稍微有点过多了 就是有点 让我感到眼花缭乱 而没有去 可能 就是在看第一遍的时候 可能无法专心去看 她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我到第二遍的时候 才发现她里面说 小白鼠 一开始养了几十 几十只小白鼠 他们就不停的繁殖什么的 但到了一定的数字以后 他们有吃有喝 然后她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后来怎么样了 她就说 这些小白鼠变得非常奇怪了 那么 她其实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在这里面 是不是人到了 一定的满足感之后 人都不繁殖了 是不是也是 就是说 现在的社会 大家生孩子都少了 那么如果以后的世界 都是在机器在运行 人类会慢慢绝种了 当人类绝种了以后 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人类 其实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从一个地球的角度来说的话 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人类的存在 到底有什么意义 她可能从这层上面 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在第一遍的时候 完全是看她 屏幕前的这些炫技的方面的东西的话 会错过一些细细 而且你这个小白鼠的故事 她又加了一些 当时的纪录片什么的 是吧 你就会觉得 它元素特别多 对吧 你这个科教纪录片也用了 我们现在都觉得 这个片子里面 好像是里面加入了很多元素 各种炫技 各种不同节奏的场景 什么的 但其实相比其他的三集来说 这一集其实它的节奏 还算是最慢的 因为只有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在屏幕上 比如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这个人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表达的 其实就是一个断网的 这么一个成瘾者的 这种焦虑状态 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状态 这个时候这个故事 并没有任何故事 主线向前发展的 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就是说 后来他跟这个女生 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情节 就是镜头和这个故事 其实是慢下来的 包括那个跳舞那一段 那一段其实相当长 看的时候你在想 他应该是在表达一种情绪 他应该是在表达一种情绪 那这个情绪已经表达了好几分钟了 他还是在表达同样的一个情绪 有些时候就觉得 这一集其实它跟快和慢之间 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 很多其他的集 比如说像另外几集 有一个就是太阳穴上 沾着一个小钮扣 然后又就是可以控制自己 说什么不说什么的 还有那个就是 爷爷会做饭的那一集 那些其实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故事向前铺垫的这种方式 去讲故事 所以说屏幕上的东西 其实一直都是在 给你故事向前发展的反馈 我们现在看到说的 这个杀死时间这一集 在这一点上 其实就是比较特殊的 他就是把这个东西 像王家卫视的电影一样 真的就是把它慢下来了 然后给你很多屏幕上面 只看着同样一帧东西 然后给你一个几秒钟的沉淀时间 让你去想 这个东西要给我一个 什么样的刺激 在视觉上 试图给我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反馈 就这种东西 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是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 从30分钟的时长来说的话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也是挺难得的了 对 我就觉得他可能 炫气的东西稍微多了一点 然后这个沉浸感会少一点 因为当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都是在看 这里又用了一个 什么样的技巧 这里又致敬了 哪个片子那种感觉 如果王家卫的电影的话 它的确是完全让你 就是不follow这个故事的故事线 而是在follow这些人的情绪 在这样看这部电影的 那这部电影里面的话 我是完全是follow它的技巧方面的东西在看的 而不是人物的情绪在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话 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悬兵夺主了吧 但总体来说的话 它的炫气炫的的确是 我觉得就是几部电影里面 它是炫的是最牛逼的一个吧 炫得比较开心的 自己也比较开心的 我其实是看这个剧的时候 就是有几点问题 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它这一集里面 设计这个电子游戏 对我来说还是稍微乏味了一点 我在看着它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是 作为一个令人沉迷的 让人流连忘返的一个虚拟游戏的话 它这个游戏本身里面的 社交性相当少 所以会导致这个人在玩的时候 它的故事告诉我 这个人玩了三年多都没有停 但其实如果是这个游戏里面 相对有一些游戏人物的社会性的话 它就不会对游戏外面的那种社会性 那么去渴望 其实今天我们认识的年轻人 拿着手机 拿着电脑 去玩这种令人沉迷 所谓的令人沉迷的游戏 其实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游戏独有的这种社会性的因素存在 所以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玩游戏的时候 你并没有觉得很孤独 你也并没有觉得 你跟你身边的人有很远的距离 因为这些人都在游戏里面 在跟你交流 这就让这个游戏变得 非常非常的令人向往 让人玩起来就停不下来 另外一个这个游戏 就是我感觉就是比较二维化 就是这个人物 基本上就是同时在做 同样一件事情 不停的杀呀杀呀杀 就是杀死这个Billy 对吧 然后那个女杀手 就是一直过来杀他杀他杀他 同时这个人物升级 装备属性情节 向前发展 NPC这些东西 全都没有其他的变化 就觉得好像同时在做同一个任务 一直在做了三年多 我觉得你要想不 觉得乏味也是挺难的了 他在那个里面 不停的杀那个Billy 然后就会很明显 这个就是跟B站合作的 因为B站就叫BillyBilly 然后他里面台词的时候 也是不停的在那边喊 Bi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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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就把他名字 重复性的喊 是不是 就把BillyBilly这个名字 给叫响了 他其实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说 一方面他肯定是拥有着 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团队导演里面 相对丰富一点的一个成本来去拍这个片子 但是呢 你要是真的要把那个游戏拍的扩充到那个特别璀璨的程度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他招架不了 他的组 他的剧组 他的团队可能也不够支撑这个东西 而且时间上我估计更不够 所以他就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他就会让 他就要让你觉得无聊 他就让你觉得这帮人太无聊了 就是来去铺垫 他后面的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他 就是你刚刚说的断网的这个烦躁焦虑 其实是铺垫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人 他就其实就想说人的无聊嘛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 有价值性的那种 就是说比较 在我看来 就是比较有观赏性的 就是他们盯着那个大屏幕看 就是他们其实看着一片 是竹林吧 还是椰子树 竹林吧 密密麻麻的一片 绿色的 但他其实就很像那个 阿非里面的那个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菲律宾嘛 就是绿色的那种潮湿的 那种好像是 因为潮湿这种感觉 就是 他想等价在洋水的那个东西里面去嘛 对吧 就是那个 就是其实人最舒适的生活场所 就是洋水嘛 那是最舒适的 那是一个 你作为一个胚胎 就是 就参透万物宇宙 虽然你生下来不记得啊 就参透万物宇宙的地方 你跟万物宇宙同步的地方 就在胚胎里 那是温暖的最舒适的地方 福音战士嘛 对吧 所以他就挂在那 我觉得这个形态 是让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点 而且我就是 我看到他这个 就是每个人梦想的东西 其实 就是他在里面叫天堂嘛 是吧 每个人就是闭上眼睛 可以看到天堂 但是真实的这个天堂 其实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的话 都是非常低像素的 对 就是说天堂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很虚假的概念 而且是你触摸不到的 它本来就是一个 它不是就是它的那个 屋子外面就是真的一个竹林 并不是这样的 只是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投影一样 打在它那个墙上面 一个平宝 对 所以给它的东西 也是一个虚假化的东西 就是人所向往的天堂 其实也是假象 就这么一个概念 最后我的问题是 如果你们是男主角的话 那么你们是会选择 离开你们那个小屋子 还是会选择 留在那个小屋子里 我应该不会离开那个屋子 我觉得那个 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挺有创造力的屋子 我应该 我应该 对 我应该不会离开我 我会放大感官去寻找真相 当然 你逃出去 也是可以去寻找到 真相的嘛 就真相这两个字 就是说 它其实就 刚才就回到 我们最初讨论的 就是说什么寻找意义的 这件事情 因为本身 我们距离真相 是非常遥远的嘛 但是 其实 回到这个 你说这个 要不要苏醒 还是要继续在这 我觉得 就是可能 用肉身 就是用我们肉身的 这个探机 这个层面 去想真相 这太艰难了 你要打破这个肉身的话 你只能靠一些 这个仪器 或者说是 其他的东西 我只能说 这块有创造性 我想滞留在这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发现 其实也都是 那个什么 死路的话 我就再想别的方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是觉得 我可能会跟 这个男主角一样 会往外面去寻找一下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在外面的世界 我可能花个15分钟 看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然后我又找不到 那个女的话 那我就回去了 我还继续跑 干嘛呢 屋子里有烤鸭吃 就是像你们说的 这个寻找真相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对人类很有用 很有意义 对人没有任何意义 对我个人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东西 你研究出来的话 你死了还是死了 这个东西 只是对后人 对整个文明 对人类的文明 有意义 但是你死了以后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的话 如果我觉得 这个世界是虚无的 是没有意义的话 那我就回到这个屋子里面去了 行了 这个短片的话 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然后我还想 就是问一下 交片 关于就是 宁浩的这个 72遍电影计划 以及今天我们聊的 这个 大事件扭蛋机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 你是对这些年轻导演 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之前的话 你也参与过 那个FIRST 年轻导演电影节 之类的这些活动 什么的 所以我想就是 谈一下你的看法吧 咱们就不说 所谓的公司集团 或者商业化 这种 世俗观点 咱们就说电影 他们针对于 电影本身的 的结果吧 就是 坏猴子 它其实是 已经成立很久了 从大概得有 五六年了吧 在我的印象当中 起码得有五六年 它是在 16年对吧 它是在一个 整个市场的 蓬勃上升时代 出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口号 但它其实是 都是属于 这个名号的 这个集团下的 说他就把一部分精力 放在了监制 提拔这个新导演上 他有宁浩的 市场经验 和这个 整个创作的 这个包容度是 多元性 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新导演 也希望在这里学到 快速地学到 如何跟这个市场接轨 包括跟自己的创作 做出这个平衡 因为宁浩 就是做平衡做出来的 他一开始 也想奔向电影节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在商业上 成功了 就从疯狂开始 之后才是 走到这条路 所以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 更商业化 并且更随着市场 往上推的一个东西 而出现的 它其实是对市场 是蛮有良性的 如果其实 需要有更 越来越多的 有承载力的 这样的导演 去做这样的事 因为要不然 这些新导演 就只能 对吧 一方面 他可能就是 就只能是 自己去碰 但是这样 整个市场体系 还有包括制片体系 是需要极大多的人脉 这个就是找一条捷径 但是呢 当然了 就是你看 他从16年出来 然后现在 其实已经出来了 一些导演了 比方说 其实那时候 还有陆阳 也是属于公司 跟公司之间合作 来去做的 陆阳的这个 秀神道2 其实就是 因为当时秀神道 还要继续往下拍 正规的续集 但是宁浩就跟陆阳商量 说咱们搞一个前传先 你看这些都是一些 方式方法 他们会觉得 在这个节奏上 是可行的 后来他最火的 那就是文木炎了 他就是拍 这个药神 一下子就爆炸了 后来就产生商业合作 然后他这个 现在的72遍 或者他有更多的 这么一个整合 有些导演 可能就离开了 因为可能有一些 创作上的一些艰难 和想法的一些分歧 但有些导演又加入了 就是里面有些导演 我是不认识的 就这个 扭蛋机 这里面的导演 我是不认识的 我也 从来不知道 他们是之前干过什么 但是你 很显然 他又重新加入到 宁浩 他说所以宁浩 这个是在不断的更新 一代的 可能是第一代 和第二代 都有这种 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徐� 对吧 徐磊是在 徐磊是在 FIRST那一年 拍的这个 平原上的夏洛克 拍了个农村侦探喜剧 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想象力的 一个电影 然后当时是 跟饶晓智合作 饶晓智也是跟宁浩 他们就这些 郭国藩 陆阳 都是 都是 长期在一块的 后来 几经辗转 你看 徐磊现在也加入了 坏猴子了 而且他一上来 就拍了一个 就是两个大导演的短片 宁浩加这个 这个当科长 是吧 最后地球最后的导演 大家也推荐去看那个片子 创作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个 时间段的一个考量 就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导演体系的 有可能是FIRST的那个平台 在推新导演 也有可能是平遥电影节 在推一批获奖的新导演 那这也有可能 就导演本身 他在组建一个商业的团队 在包装这么一个东西 在建立自己的品牌 导演的品牌矩阵 这些都是在随着市场 上升时代出现的 但是呢 从疫情元年开始 就是整个市场 其实从19年开始 就有一点点不行了 但是从元年开始 就肯定的 这个是 是个极为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这种东西 能有则有 我现在来看啊 就是能出现 就是尽可能的出现 因为它难度越来越大了 就是连市场都没有了 就你就算是年号 你说你有没有这市场 他都得想一下 我是不是只能在春节党上 他都会想一下的 那我不在春节党上 我在国庆党 这太悬了 这还是春节党吧 你看他都会 脑子都会去 要构思这些东西 他只有这两个党期了 中国只有春节党 其他党期都是不存在 就就没意义的 所以越来越艰难了 就你想去做 因为咱们现在国情在变化嘛 所以我是希望 就是肯定是能有能力 包括那个 所谓的咱们总说 这个藏地新浪潮 这个万马 彩蛋 就是他也在扶持 很多很多的藏地的导演 对 我就觉得 其实不管是通过什么平台 什么组织 其实如果能让更多的观众 能认识到这些新导演 以及他们的作品的话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件好事 包括宁浩最早的话 他也是参加 这个亚洲新导演计划 然后是刘德华 给了他三百万 然后让他拍 他自己的那个剧本 他之前他那个剧本叫 钻石 特别昂贵 然后最后只有三百万 然后没办法 把钻石改成了石头 就是磨练嘛 把这个剧本给磨下来 对 最后完成一块玉 然后也就是 刘德华给了这个三百万 然后有了后面的 就是可能是这些 我不是药神 流浪地球 这些电影的产生 包括现在 现在就看下一代的导演 都出来了 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对 因为像你说 零号或者是其他刚才我们提的这些大腕 他们都是已经成长起来的人 但每个成长起来的人都需要一个起点 对吧 而且作为一项电影导演的 从事电影行业的工作 它并不是一个个人艺术 它其实是一个团队艺术 那么你作为一个导演 或者你作为一个编剧 或者是作为一个参与电影制作 整个过程中的 你是其中的一个部件 如果说没有人给你起点这么一个机会的话 那么想让你得到这个行业里面的认知 得到一些自信 得到一些经验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拿着一个手机 或者拿着一个什么摄像机 然后自己小东西在街上走走拍拍 然后自己就可以做出一个电影来 然后成功的让大家认识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大事件有弹机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努力 就是说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 给这些年轻导演 给这些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或认识的导演 一些成长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也多了一些有想法有原则的东西 而不是那些很脑瘫的那种 就是很简单的娱乐 没有什么深度或者是没有什么营养 那这些东西其实至少从我现在的了解 大事件有弹机第一个篇章 就是说这四个短片 其实每个片子里面都是有一点点东西可看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还是挺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有机会的话去支持一下这个系列的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边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胶片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你的话 在什么平台上用什么方式最好能follow你 特别简单就是豆瓣微博都有我 然后就直接搜法兰西胶片就能搜到 然后公众号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公众号 叫第一导演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内容了 好的 那么我们大话说电影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 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得到 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 有任何的话题或者是问题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 最好的方式还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话说电影 从中可以取得我们微信群的进入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 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大话说电影 节目的支持 这是我们第一期特别节目 也感谢胶片好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的 那么我是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再见